後任特首梁振英早前豪然雙非寧配額 事遠由2013年開始 只是准服務本地孕婦 醫學會副會長周伯展認為 社會就雙非問題討論已久 有關做法不會構成太大衝擊 現在的行動來說 我覺得是止血 甚至已經遲了止血 你再不止血 血不斷流出去 我們第一個原則就是 以大局為重 不可以以小團體小組織的利益 跨越大局長遠的利益 相非這個問題大家很清楚 一看就知道短期的利益可能有 但長期對整個大局對整個香港 是不是有利呢 這個社會上有共識是有一個問題的 周伯展又在電台節目中 批評部分的私家醫院 以賺錢作為目標 都偏離了基本原則 香港的醫療呢 最基本的宗旨和原則 是服務香港市民 做好這個工作了 你有 正餘的資源 你才去想 是不是服務境外的人士 是不是所謂你說的賺錢 有些不是做得那麼符合他的宗旨 可以這樣說 令到香港市民反而得不到應有的服務 已經是損害了香港市民 在私家醫院尋求服務 甚至是公家醫院都是 包括什麼呢 我們譬如有手術要做了 要訂床位 原來床位已經沒有了 讓人父已經拿了 對於本港醫療人手是否足夠 周伯展說全港有12000個西醫 8000個註冊中醫 人口比例上在全世界都處於較高水平 大家不應該將公私營醫療切割 對於外傳他會加入新政府 周伯展就說自今沒有收到任何邀請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唐宇仲報道